田委乡公所与彰化县田委休闲农业协会 将于11月13、14日首次办理花香田委嘉年华活动 县长王惠美与田委乡长林守正 田委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乌宏泽等贵宾 邀请民众来田委买花、看花 体验十大不同主题展区的花香田委嘉年华活动 花香田委嘉年华抵赖11月13、14日两天来举行 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休旭屋理事长集结了十家的厂商 做了十种不一样的一个秘境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11月13、14日这两天来把 巡遍这十个秘境我相信绝对会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你除了能够长阳在我们田委大自然的风光 欣赏美丽的一个花花草草 你还可以有很多的DIY 欢迎大家来田委来赏花吃花餐 然后呢来采购你喜欢的花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让我们在296.6公顷的 范围之内的这些业者、店家 开始尝试的走向收集产业这种复合经营 这个部分大家用他个人的实力去展现 那这活动里面有好看的、有好玩的、有看热闹、有看门道的 这两天是一个好天气 我们有自信 我们这个绝对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田委感受 我想今年是第一次举办 可能经费还有经验可能稍嫌不足 我们会继续改进 跟物理市场继续来配合 让我们的明年会更好 然后也希望这个嘉年华的这个活动的举办 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回来我们田委做从事修审的这个行业 2021花香田委嘉年华活动内容丰富 有十大不同主题展区 还有各种DIY体验及展授市集 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田委风光 公益频道黄诗亭田委采访报道